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汤圆外白手起家 从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变成人人羡慕的汤圆外 他有个习惯 每天晚上都要去金库看看 只有看着那堆鸡城山的银子才能睡着 虽然有很多钱 但他却十分抠门 炒菜只放两滴油 就连蜡烛都不舍得点 他的妻子说 你都这么有钱了 怎么还如此小气 汤圆外说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这吃不穷 穿不穷 算计不到就受穷 汤圆外的抠门城里人尽皆知 不过这天 居然有个乞丐上门向他要银子 乞丐说 你有这么多的银子 你就施手我一些吧 汤圆外不仅不给银子 他还将乞丐赶了出去 他说道 我没有银子 你赶快走 你要是能从我手里拿出银子 你就是个有本事的人 乞丐走了 不过走之前给他留下一个碗 乞丐说 你的银子存不住 二十年后你在碗里放上二两银子 然后上南山来找我 当时的汤圆外不以为意 他家业这么大 银子怎么会存不住 令汤圆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切都被乞丐严重了 他日后真的有求到乞丐的那一天 时间飞逝 汤圆外唯一的儿子汤首叶长大了 汤圆外以为自己能够一养天年 但是他的愿望落空了 因为汤首叶不学无术 整日就知道和一群狐朋狗友在一起吃喝玩乐 每当汤圆外劝他跟着自己学做生意时 汤首叶都不以为意 咱们家里有这么多钱 我努力又有什么用啊 汤首叶以为他们家的钱 他这辈子都花不完 他何不如好好的享受人生呢 因此汤首叶花钱如流水 他经常宴请好朋友去城里最好的酒楼吃饭 有时王高兴了 他就让下人将银子洒在大街上 看着地上哄抢银子的众人 这让汤首叶感到十分的有排场 在朋友的介绍下 他认识了一位叫李三的男子 李三是个会享受的人 他带着汤首叶吃了许多没有吃过的山珍海味 还领着他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汤首叶觉得李三是个做大事的人 跟着他肯定是不会错的 这天汤首叶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 汤圆外看到儿子这样就起步打一处来 他心里涌出一股火 汤圆外拿起旁边的棍子就打向儿子 一边打还一边骂 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你以后该如何继承家业 天下的父母都是望子成龙的 他又如何不希望儿子好呢 汤首叶挨了打 这下也不愿意了 他怒气冲天地冲出了家门 走之前他也撂下话来 我一定会出人头地让你看看 汤首叶来到了李三这里 李三热情地招待了他 还被下一桌好酒好菜 听完汤首叶的讲述后 李三说 等你做了大生意赚了钱 你的父亲自然对你另眼相待 汤首叶虽然对父亲说下豪言壮语 但是他除了王根本就什么也不会 李三拍着他的肩膀说 没事 我帮你 你听我的就行 当时汤首叶听了后很感动 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知心的朋友 在李三的帮助下他开始做生意 因为他一窍不通 所以事情都是李三帮忙打理 有什么需要李三就来找他 汤首叶只要签一下子就行了 根本就不用他费心 就这样过去了一年 汤圆外看到儿子不再惹是生非 他也就不管了 终于有一天 很多债主都找上了汤圆外 他这才知道 儿子因为做生意欠了很多钱 当汤首叶看到这数不清的账单时 他也愣住了 汤圆外气愤地说 你被人耍了还给人家数钱呢 原来李三帮汤首叶做生意都是幌子 他知道汤首叶是不中用的 于是他让汤首叶签下了许多欠条 这样他就不费吹灰之力地得到一大笔银子了 汤圆外被气病了 汤首叶就要找李三问清楚这是怎么回事 汤首叶生气地找到了李三 他质问道 我把你当朋友 你为何要如此对我 李三笑了笑 人未才死 鸟为食王 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还想赚大钱呢 面对李三的嘲笑 汤首叶一气之下将他打成了重伤 而自己也因此做了大佬 汤圆外得知儿子被关进了大佬 他在家里急得团团转 而他听说李三的弟弟是一族 儿子在牢里可没少吃苦痛 李三的弟弟知道 就是汤首叶将哥哥打伤的 他就想着报复 他把汤首叶和杀人犯关在了一屋 汤首叶每天都挨打 他真的快要受不了了 汤圆外得知儿子被打 也不是没找过李三 但是李三一直昏迷不醒 他的家人也是不依不饶的 李三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汤首叶一定得偿命 正当汤圆外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想起曾经乞丐说的那句话 二十年后来找我 于是汤圆外按照乞丐留给他的地址找了过去 果然他见到了乞丐 汤圆外用当年乞丐送给他的碗 放上了二两银子递给乞丐 他祈求地说道 你就救我的儿子吧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了 只希望他能平安就好 乞丐说 再过三天 你的儿子就会被同牢房的犯人打死 一听这话汤圆外 一下子坐在地上失声痛哭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儿子要是死了 他也就不活了 但乞丐接下来说 不过你儿子还是有救的 就看你舍不舍得了 一听这话汤圆外赶紧表示 只要能救我儿子 就算要了我的命也在所不惜 乞丐跟他说了几句话 汤圆外只是皱了皱眉头 随即他就点了点头 他来到李三的家中 看着李三家人愤怒的样子 汤圆外却告诉他们 自己有办法让李三苏醒 李三家人将信将疑地 让汤圆外进了屋 汤圆外进屋看到了 躺在床上的李三 他对李三说 只要你能醒过来 我儿子就能从大牢里放出去 到时候我全部的身家就都是你的了 他说完这话没多久 李三果然就苏醒了过来 众人也是看得目瞪口呆 这是乞丐告诉他的 乞丐说 李三爱财 这样的人即使昏迷 脑袋里也想着如何去算计别人的钱财 只要你交出所有的财产 他一定会醒来的 果然李三在听了汤圆外的承诺后 果然醒过来了 而汤首叶也自然放了出来 看到全身都是伤的汤首叶 汤圆外忍不住老泪纵横 只要儿子能活着出来 他就心满意足了 汤首叶刚要回家 汤圆外却说 我们的家不在这里了 等汤圆外领着汤首叶 来到一间茅草屋 并指着房子说 这就是我们的家事 汤首叶简直不敢相信 当他得知事情来龙去脉的时候 他跪在了父亲面前 您何苦为我这个不中用的儿子 将家产拱手于人 我就是坐牢也不给他 说完汤首叶就要去用自己换回家产 汤圆外却狠狠地给了儿子一巴掌 在我心里就算是金山银山也比不上你重要 如果你还想让你的父亲爱心 就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 接下来他语重心长地说 儿子 只要你有东山在起的决心 那我们就会有希望 汤首叶在经历这件事之后 早就不是当初的少爷了 他牢牢记住父亲的话 他一定要重新夺回属于他的家产 可是祸不单行 汤圆外因为操劳加上悲伤过度 没过多久就病逝了 临终前他对儿子说 记住 只要你好好的就比什么都强 汤首叶草草地埋葬了父亲 他承诺自己一定会东山在起的 可是说得容易 做起来却很难 汤首叶去找曾经和自己在一起玩耍的朋友 但他们都躲得远远的 有的人甚至嘲笑道 你也就只能当个败家子 谁有你这样的儿子谁倒霉 面对朋友们的冷嘲热讽 汤首叶这才知道自己以前多荒唐 看看自己交的什么朋友就知道 如今后悔也晚了 他只能在这世间艰难地活着 为了生存他只能去除苦力 一天赚个几文钱 也就只能够吃饭的 没想到这样的苦难还没算完 有一天他碰到了李三 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口水 李三现在有钱有势 看到了汤首叶居然这个态度 他心里很不爽 于是对手下人说 你去将他给我打一顿 手下人都是听命于李三的 于是他们围上去 将汤首叶狠狠地打了一顿 当汤首叶被打得遍体鳞伤时 李三对他说 以后对我恭敬一点 你已经不是汤家大少爷了 汤首叶回到家中 他一想到自己如今的日子 就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他哭着说 父亲我对不起你 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 他刚将刀拿出来 门外就走来了一位乞丐 乞丐对他说 你连死都不怕 还怕活着吗 原来汤圆外自知时日无多 他便去找乞丐寻求帮助 汤圆外说 我那儿子没受什么苦 万一他有什么想不开的地方 还希望您能指点一二 乞丐答应了 他这才会风尘仆仆地来救汤首叶 汤首叶大喊 我如今过成这个样子 还谈什么未来啊 乞丐淡淡地说 你跟我出去逛一逛 如果回来后你还想死 我绝不拦你 于是汤首叶跟着乞丐上了街 他倒要看看乞丐的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他们来到了一所破败的房子里 里面住着一位叫张大生的男子 当汤首叶看到张大生后很吃惊 因为当时他是城中的首富 当初是何等的风光 可是他被朋友拉进了赌场 短短几年就将整个家财散尽 他也只能沦落为乞丐 如今他身患重病 将不久于人世 因为汤首叶觉得自己与他同病相连 临走的时候还扔给他几枚铜钱 他们走出来 乞丐又带着来到了一处荒地 而这里是一座新坟 墓的主人叫做刘壮 曾经是一名土匪 他生前无恶不作 只要提他的名字 那就是让人闻风丧胆的存在 不过后来他的手下野心太大 请他喝酒时将他杀死 他没有死在敌人手中 也没有认罪福法 反而是被身边人害死 这更像是一个玩笑 今晚这一幕让汤首叶百感焦急 他只能感慨生命无常 乞丐对他说 有人因为不思进取而家道中落 有人因为作恶多端而自偿苦果 你虽然现在一无所有 但有强健的体魄 有光明磊落的胸怀 堂堂七尺男儿又怕什么呢 听了乞丐的这句话 汤首叶豁然开朗 他有手有脚 虽然过不上大富大贵的日子 但也不会落得像那些人一样的下场 从那天起汤首叶就开始努力干活 父亲可以白手起家 那么他一定也可以 几年过去了 汤首叶攒够了钱开了一间铺子 如今也算是衣食无忧 他本想平安度日 奈何有人不放过他 这个人就是李三 李三最近两年做什么都不顺利 做生意还赔了一大笔银子 这让他内心十分烦躁 于是他愤怒地找到了刘半仙 是当初刘半仙说他这两年必定裁员滚滚的 这事到如今他非但没有挣多少钱 反而赔进去不少 如果再继续下去 他一定会做吃山空的 他威胁刘半仙 如果你的话不灵验 我一定会让人打死你的 刘半仙很害怕 他就是个骗子 只是想骗点钱 思来想去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借口 那都是因为汤首页发了财 他有钱必定会挡了你的财路 你俩就是天生的死对头 李三听了刘半仙的话 他觉得甚是有道理 他打听到现在的汤首页 不仅开了自己的铺子 而且日子也是蒸蒸日上 于是他更坚信刘半仙所言不假 他将汤首页视为眼中钉 李三说 汤首页 你别怪我 任何人挡了我的财路 我都不会手软的 这天汤首页收到消息 乞丐病逝了 他二话不说的就敢回去奔丧 乞丐对自己家有大恩 他一定要去送乞丐最后一程 汤首页花了一大笔银子 为乞丐风风光光地举办了一个葬礼 等回家时天已经黑了 汤首页不免得有些害怕 这时从远处走来一个人 他仔细一看居然是阴兵 而在不远处有位老汉正在做馄饨 阴兵似乎咽了一下口水 汤首页觉得鬼未必比人可怕 于是他上前说道 我请你吃馄饨吧 他让老汉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阴兵大口地吃了起来 等他吃完 阴兵看了看对他说 你这是回家吧 你到家必死 已经有人布下了天罗地网要杀你 汤首页大惊失色 忙问阴兵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阴兵回答 我跟你回去 看他能怎么办 没过多久 汤首页就回到了家中 刚进屋就看见李三带着一群人手持刀剑 在那里等着他 李三说 你我只能活一个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说着李三和手下们一起拿着剑蜂拥而至 汤首页也不躲 正当剑要刺入他的身体时 阴兵及时出现挡在了他的面前 只见阴兵一把将剑夺过来 他反过来拿剑去刺李三 众人都被这一幕吓坏了 李三也不例外 他赶紧向外逃窜 可是不知为何他的腿就如灌了签一样 怎么跑也跑不动 而他突然搬起一块石头朝着阴兵那里砸去 阴兵拿剑这么一挡 石头正好砸在了李三的身上 他倒在了地上 很快就没了气息 阴兵说 你这真是旧由自取 你本来可以活到一百岁的 如今却落到这样的下场 解决完此事 阴兵就起身告辞了 只留下汤守夜在原地 后来汤守夜凭借自己的努力 终于将汤家大宅买了回来 他幸福快乐地度过了一生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